傅政華轉職人大 看中國未來在民間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謝謝主持人 大家好 咱們微視頻好久沒有說中共高層內鬥的事了 今天咱們就說一下這個傅政華 2020年5月19號 傅政華轉職成為中共政協社會和法治委員會副主任 這個事被大陸媒體大肆報導 同時也成為海外媒體的一個關注點 咱們就說一下傅政華轉職為什麼這麼惹人注目 這個事的起因是4月19號 中紀委的網站宣布 中共公安部的副部長孫力軍落馬了 中共公安部緊急表態支持中紀委 並且把孫力軍和已經落馬的周永康、孟宏偉並列 這讓各大媒體猜測 習近平對公安部的新的一輪清洗要開始了 正在這個敏感的時刻 65歲的傅政華卸任司法部部長 讓外界進一步相信清洗要開始了 等到5月19號中共高調宣布傅政華轉職人大 他的目的是要宣誓一下黨內團結 是不是真的團結不知道 反正他是要表示一下 那麼事情就這麼簡單 拋開政治因素 孫力軍的落馬是最有應得 從他的履歷來看 他原本呢 這個上海外事辦副主任幹得好好的 一個文職竟然轉職到公安部幹起了普快 後來幹的活還是26局610辦公室副主任 這等人權迫害的勾當 這樣的人 不管以什麼罪名落馬 也算是善惡到頭終有報 所以說 中國的官員不能聽著上面的指令去作惡 你結果是什麼呢 中共不容理 正義更不容理 那麼古語有緣 死無葬身之地 對官員來講 棄案投命保護中國人 才是唯一的出路 傅政華沒有被拿下 據說是因為他跳槽了 從江派跳到習近平這邊 傅政華 他的履歷也不乾淨 他在北京幹過公安局局長 也幹過政法委 也幹過610辦公室主任 他到底迫害了多少中國人呢 未來是會有個說法的 那麼海外關注這個事呢 是希望習近平能夠堅持依法治國 把人權罪犯全部都拿下來 其實呢 現在這個時候 中國的希望真的不在北京 而是在民間 大家看呢 武漢疫情期間 民間組織起來的自救組織志願者活動 已經開始抵消中共物資封鎖帶來的影響 甚至在中共抓捕湖北校港買菜銘貨人的時候 民眾是上街抗議要去共產黨放人的 中共病毒在湖北是動搖了中共統治的 這個病毒就是針對共產黨而來的 如果說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公開退黨 平息蘇共政變是一種共產黨解體方式的話 那麼民間反共自治也成為另外一種可能性 真到全民反共自治的時候 北京自然會有人站出來做葉利欽 做新中國的總統 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 參照東歐共產陣營的這個倒台模式 大家可以看出共產黨是有很多司法可以選擇的 但是呢 他倒台的基礎是什麼呢 是民心 是退黨 蘇共倒台之前的1991年7月份之前一年時間 有420萬人公開退黨 葉利欽自己是在蘇共28大倒數第二天 要結束的時候公開退黨 所以蘇共的解體就是一種 以葉利欽粉碎蘇共政變的這種模式推行的 大家看中國 這個傅政華抓與不抓 是一道各派的權力鬥爭 拖拖拉拉 但是歷史不等人啊 或者說中共高層已經不是能決定 中共未來的根本了 只要咱們中國人退出共產黨黨團隊的人足夠多 我們自然不愁沒有葉利欽 即使沒了葉利欽 也會有王立欽 曹立欽站出來 為民除害 調民罰罪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